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我们民族阵线在这一次的风波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 不只是老兵一个人的功劳 是所有我们民族阵线的订阅的老铁们的功劳 而且大家的功劳比我要更大 因为很多各位给我找过来很多的素材 给我找过来很多的消息 给我报了很多的消息 以及对很多的对事情进行的分析判断 然后老兵来进行一个组的一个汇总 这是我们的平台的一个声音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政府现在目前局面也是控制住了 没有让它进一步蔓延 对吧 那么我们也是松了一口气 对吧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频道最早发现 最早可以说很系统性的完整整的 给大家来抛析出来这里面的事情 因为整个在这两三年三十年当中 我们做节目到现在 老兵可以说是最早就告诉你 这个颜色革命是怎么玩的 都是有哪些特征 他怎么去组织与实施的 背后 他在背后的一切一切都离不开索罗斯的指挥 包括美国的深层政府 山姆大叔 华盛顿的指令 你看似好像华盛顿什么没做 但他做的事情特别多 所以这个事件 我们现在看 事件发生到这一步 上海的这群闹事者 他们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什么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离难的十位 我们的同胞 我们为族好像还有汉族的同胞吧 他们是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啊 最后的行动纲领的最终部分 要占领攻占上海市委市政府 然后宣布加入中华民国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留点脑子的 现在中华民国是什么一种状态 现在台湾是1949年 溃败前期的一种状态 对吧 比那个时候还不如啊 解放军已经就管了他的违政权 一切的所谓外交跟国防 每天战机都过去 军舰都坐在包围他 对吧 我们却 这群人却是还要攻占上海市府 然后加入中华民国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梦做得好像 有点在梦游 有点在sleep walking 那么这件事情呢 发展到现在 等于说是西方的一些 最早跳出来的跟中国来搞这个事情的 还是英国 可见这个英国 他在这个事情背后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你看他所谓BBC的记者到现场 去挑衅 去闹事 他们是记者吗 BBC这些人是记者吗 他们不是记者 在我看来好像更像是 经过培训的这些雇佣兵吗 大家都知道 亚树营那个时候 还到香港来指挥现场抗议 抗争 对吧 在这个东南亚的奶茶运动 也一样的 都有这个 西方的一些人高马大的 一些所谓的老外 在现场指挥作证 对吧 这次在上海 所谓这些BBC的这些记者 在我看来 好像也是有这些军方背景出身的人 在这里搞吧 对不对 在现场 他们绝对不是在那边采访 绝对是在那个地方指挥 一些事情 而且大家说 这一次我们去看 在这些中国这些中大型城市的 白左阵地区域 在这一块地区 爆发了这样的颜色革命 这个我们以前早就已经是 给政府也敲响了警钟 我说这些人你必须要管 这些人如果你不管 将来一定是会 是会成为心腹大患的 这一次他们已经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那么 大家要知道 等会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几个消息 一个包括还有个兔主席发的消息 然后官方也已经定性了 这个事情就是个颜色革命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上海就北京的情况 大家不太了解 武汉跟成都 还有上海 在这次闹事情的这个区域 我都已经跟各位讲了 这属于是 左岸咖啡馆区域 属于是白左阵地区 属于是老外跟港台人 活动比较多的 那么这次啊 在北京 所谓那个亮马河 亮马桥边上 这个地区喊口号的 那个女的 一听这个口号 一听这个讲话 口音好像都是港台枪 在这个境内 好多地方 在成都也是港台枪 上海 在这里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也是这个港台枪 居多的 对吧 那么北京啊 很多人不知道亮马桥这个地方 一我直说 它是一个使领馆区 老北京肯定是很清楚 这个地区 中国最早的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最早的 就最 现在不是流行喝金酱啤酒吗 其实金酱啤酒 早在八十年代 最早的 第一家金酱啤酒 德国金酱啤酒吧 就是在 亮马桥 最早的在那边 搞这些西方的这种 流行文化的这种窗口 就是北京亮马桥 最早的二椅子 酒吧 二椅子聚集地 就是亮马桥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地方到底是 跟上海我说过 我们所谓的曾经的 这个所谓的法书界这一代 是一模一模一样的一种性质 它是一个窗口 很多一些柏来品 我们这个柏来品 指的是线下的食物 或者说一种思想 它都是在这个地方 传播进来 然后来这里进行这个发散 组织一帮人 所以说这一次 我已经 我一直以来做出过 所以说 有些网友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你还会认为 老兵 好像对港台的 一些人不太友好 你还会来批评我吗 你还会认为我很激进吗 我一直都说 我说中共 真的不要老是让这些人 都过来大陆 来大陆的人要进行政审 对吧 毕竟 你大陆人到他那边去 他防你像防什么一样的 防得紧紧的 看得死死的 你把他放进来 他 之前有个女的 他在台湾 对吧 一直以来都反共的 反华的 他来中国大陆 还来打 这个国药的疫苗 然后只要说几句好话 就让他进来了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放进来呢 他如果政治立场有问题的 是不能够放进来的 所以我一直以来也很反对 这种两岸的 这种 不是限制的 所谓的交流 有什么文化上的交流 我一直都有在讲过 对吧 这次大家也看到了 我一直都说 我说台湾他们对中国的毒害 是很大的 不要小看他 好像在面子上 你中国大陆 对他的压迫是很猛的 对吧 武军舰包围他 然后 这个外交上面 在他处处打压他 对吧 但是我说他的危害大自然的 他把那些亚文化 全部给你带进来 就整个整个 整个西方 整个日韩 西方这个 日韩也属于西方 这个框架里面 他最垃圾的那些思想 全部都通过台湾 通过我们对他的这个 所谓的两岸一家亲 所谓的两岸文化交流 把他们统统给灌送到内地来了 然后我说 你别看在成都 两二椅子 台湾老公 成都老婆 一起吃蛋筒 两个人 就这样一起舔蛋筒 你以为这样的事情 是他们这种无聊的行为吗 这背后都是政治 对吧 你去看 这一次老婆就说了 闹事情 闹得凶的 闹得欢的 基本上都是 港台人喜欢去的城市 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也讲 中国的教育 确实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说过 能教设的读教材 他不是说你处理完 对 我们发现了 处理掉了 但是他在生年前 他西方已经通过 辅持教育系统当中的人 成为他的代理人 他在搞这些教材 那一批孩子 就是现在在 跟你闹事的这些孩子们 在中国海外这些留学生 深远 国内闹事 动了这些孩子们 在他们心里 早就已经种下了毒 种下了毒 既然服下了毒 还会有发作的一天 对吧 而且你去看清华大学 带头闹事 清华大学老兵一直讲了 这些年搞了些什么东西出来 没有搞出来什么东西 对不对 搞这些反动的东西 他一个点 而且这一次动乱 主要以文科生为主 李克生几乎都是意识很坚定 很多网友告诉我 他说我身边一些朋友 原来 这是对文科生很坚定的 就是这些 李克生 闹 包在微信群里面 包括在微信朋友圈道中 大规模 大范围的转发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人 因为为什么 就中国的文科教育系统 它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之前我们说过 什么 不要去重视文科 我记得好像最高 人民法院讲的这个话 不要重视什么文科 有什么理科 这个是错误的 文科是很重要的 有文科 它是思想 它跟思想是大嘎的 我们不能够再去学西方思想了 也不能够天天就是马列 那马列也是犹太人 我们这点要搞清楚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 把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我们这些精髓的东西 要去学习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一切回归中华民族的本身 这个话我也讲了很多遍了 所以说 看到了这样的行为 尤其是我们的艺术教育 我们的艺术生学的是西方的 素描 这个是来打底的 来打底的东西 音乐都是学习西方的流行音乐 对吧 学习西方这套音乐的这种模式 你想想看 他们这些文科的 稿文的 绘画西方的 作为基础 音乐西方作为的基础 文学西方作为基础 哲学西方的作为基础 你觉得他们 能不闹事吗 对吧 他们一定是会闹事情的 因为他们 在 因为西方的那些艺术作品 特别是尤其文艺复兴以后 他那些作品里面 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带有说是一种 把哲学的一种概念 把它给具现化系 通过绘画 通过音乐来表达出来 你譬如说 摇滚乐 它是共机会的音乐 它所表达的东西 听得懂的人 知道这个音乐 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它会 就是说 通过这种音乐 来让你的心智 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吧 它就是一种叛逆 一种被 一种冲突枷锁 一种不要规矩 一种自由主义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面 现在的 白走的音乐 就是什么 低阶电子 模范乐 包括嘻哈 说唱 今天就是给你 对吧 嘻哈的 你说那些黑人 嘻哈 还给你灌输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玩意儿 它都是有极大的 政治正确 意识形态在这个背后的 现在的学校里的大学生 特别喜欢听嘻哈音乐 摇滚乐 喜欢西方的一切 看西方的东西 它就是会影响你 它就是会对你的影响 会很大 所以说 你去看到没有 原来这些小孩 他们很多都是很爱国 他们这个国家 也都是很那个啥 但是他们这种爱国 是由于表面 一旦 他们认为 不能让他们自由了 不能让他们 自由的打炮 自由的玩耍 他就会反对你 然后这些东西 对吧 种下来这些毒药 他就会发作 那么这次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著名的兔主席 他是怎么说的 兔主席是这样讲的 事件在 事情在超变化 通常来说 在涉及到境外组织渗透 参与搞政治性活动时 我是比较谨慎的 避免乱抠帽子 但现在看 这两条北京上海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上海连闹两天 接着北京 北京亮马桥 进使馆区 这些都是境外人士 多靠近境外人士的地方 二 口号是政治性的 特别是上海 很罕见 四 外电齐刷刷头条报道 关键外媒都到了现场 三 主题与乌鲁木齐相关 符合境外政治势力 对新疆的想象 五 境外 昨天发现 居然在维基的 MARM PAGE 也是头条 还有一个很长的英文词条 都是第一时间出来的 有人测写的 六 全国还有其他地方出现 肯定是有所组织的 且网上有图片 通过社交媒体 如Telegram组织 很明确 他通过电报群 在这里组织这个事情 对不对 因为电报他里面人数是很多的 他可以来搞这些事情 基本上兔主席 他是一个红三代 对吧 他的这个看法 基本上也是我之前在视频里的这个看法 这两天一直以来 我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说呢 官方呢 基本上还有就是 这个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消息 BBC记者遭中国警察 殴打 拘押 英国谴责侵害新闻自由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Lawrence 昨天在上海采访 反对封控示威时 遭到中国警方 逮捕与殴打 英国官员今天 谴责中方侵害新闻自由 北京则 辩称逮捕是为 保护记者避免难议 Lawrence获释后 今天在推特发文 感谢追踪他的粉丝 还说他相信 至少有一名当地民众 在试图阻止警察 殴打我之后被捕 英国商务大神 夏普斯 今天谴责中国警方的行为 令人无法接受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新闻自由都是 深深不可侵犯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者称 Lawrence未表明 其外媒记者身份 根据我们从上海 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 他没有表明自己是记者 也没有出示自己的记者证 他还强调 国际媒体在中国境内 需通俗中国法律和规定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英国 你看到没有 他的小读记长 英卫西总取消了 跟他的见面 英国首相 苏纳克的局面 见面 对吧 然后 一会儿把中国公司 踢出英国新品公司的 这个股权给踢出去 对吧 又宣布中国 伊朗 俄罗斯为敌人 要卖台湾武器 又谴责中国 这 谴责中国 那 说新疆 这 现在他又说 怎么新闻自由 那我想请问 你英国有新闻自由吗 你英国有新闻自由 怎么俄乌战争的事情 你咋一个都不报道的 是不是 那怎么西方今天还在跟我讲新闻自由 我他妈想笑死了 那为什么俄罗斯的新闻 你们都把它给封禁掉了 都把它给干死了 不让他去报道 对吧 英国这一次在卡塔尔世界杯当中 很作的嘛 说卡塔尔侵犯人权了 怎么怎么样了 什么彩虹不让搞了 说要制裁卡塔尔 卡塔尔现在威胁他 四千五百亿美元的投资 要撤回 他傻了眼了 所以英国佬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昂萨他妈的就是嚼死棍 也对中国的事情 说三道是积极表态 高兴得不得了 对吧 然后就是喜欢来管中国的事情 BBC的记者在现场 他不就在那挑衅吗 也不出示记者证 对不对 不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无法无天 还有我说过 这个记者他到底是个记者 还是个雇佣兵啊 专门搞严格的雇佣兵啊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事情都是蓄谋已久的 蓄谋已久的事情 平时他们这些人就在这里活动 他们就要等待这个机会 所以下一步 国安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国安工作人员 应该会很清楚 应该会很清楚 当然 我也想要说的是 这个背后还是中华民国 也有份在这里面参与 所以说武统一定要抓紧了 你看这些人最后都说 要加入中华民国 加入台湾 人家现在蓝营就是台湾当局 不是蓝营 就蓝波湾傀儡当局 不管蓝绿 不分类 他就跟你再玩法统 跟你再玩中华民国这张牌 对吧 他的九合一选举一结束 马上你这里就给你颜色看 所以我说过 台湾它是一个癌细胞 不要小看它 你看它是在面上被你打压得很 但是它跟你来玩阴的 它就是跟你来玩这种思想上的这些东西 就跟你就是对吧 这是你看到的吧 他们你让这些人天天爱不进行政治审查 让他们进来 我们跟他们处于是交战状态啊 就其实应该像朝韩一样啊 双方人员互不来往 对吧 要来往的人 你进而就要进行这个严格的政治审查的 才能进入到中国大陆 台湾对中国大陆去过去的人 他都是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这个监视 我们怎么不坚持 对吧 美国他现在知道 他的这种老外脸在你这边 搞不了什么事 他就找港台的这些 喊着祖国万岁 扛着红旗 唱着国歌的这些人 来来给你来搞事情 他扛红旗他唱国歌 啊 对吧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板 谢谢 谢谢